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昨天洗的车 今天就已经全部是鳥屎 还有虫的尸体 上个星期我才洗的车 我上期视频大家已经看到过 大家可能以为我今天会给大家再来一期洗车视频 不是的 我今天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发动机的清洗的视频 对你没听错就是发动机清洗 可能大家会问发动机人清洗吗 它会不会被洗坏 大家可能开了这么长时间车 在外面洗车店 4S店洗车也从来不会洗发动机里面 可能也会告诉你说发动机 不忍随便洗 可能会洗坏 我是想告诉大家 汽车的发动机是可以洗的 我参考了国外的很多视频 在国外洗发动机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 我们国内现在 在洗发动机确实很少 但是现在慢慢也有一些 有些清洗店会提供发动机清洗的业务 然后它的那个费用都是挺高的 所以像我这种处理做的有洁癖的人 我觉得看了这么脏的发动机 有种想清洗它的冲动 所以我一直在YouTube上面 一直看国外的那些博主 他们是如何清洗发动机的 我们只要了解汽车的 了解汽车哪些部件不能清洗 掌握到哪些点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动手来清洗我们的发动机 好了 现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清洗我们的发动机 好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所使用的工具 你首先需要一台清洗机 如果你没有清洗机 嗯 直接水龙头 有水就可以 然后洗测液 一个水桶 然后一个空的喷壶 然后秉着DIY的精神 我可能在家里面找到了小孩 洗奶瓶的刷子 不废弃的牙刷 还有原来室管的刷子 毛巾若干 然后爱惜车的时候也爱惜我们自己的双手 一双手套 正值夏天室外操作可能有很多蚊虫 所以一瓶驱蚊水 这就够了 好 工具就到这里了 我们开始吧 好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发动机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我这款发动机的进气管在这上面 为了防止水进去了 我们用那个抹布 套上塑料袋 把这个进气管口给堵住 以防等会儿喷水的时候会进水 如果进水以后 它会进入这个支气管 一直进入到我们的空气阁 会把我们的空气阁打湿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那个发动机的皮带 这里看到这是皮带 然后皮带的下方就是我们的发电机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防护 以免发动机进水 避免降降低我们故障率 我们也可以拿那个抹布套上塑料袋 好了 大家看到吗 就是抹布套上塑料袋后 挡住这一块 然后起到一个挡雨棚的作用 然后它的发电机全部在下面遮挡了 等会儿我们用水打湿发动机的时候 水是不会打湿不了发电机的 然后还有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这个电池到底需不需要包 我这块电池是免维护的 是电池是不怕水的 就是可以这样冲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做完了我们就准备 准备打湿 用我们水枪或者是我们水龙头 把我们的机舱全部打湿 好我们现在开始打湿发动机 如果你用的是水枪 把那个压力调低下来 不用高压进行喷射 我们只需要打湿就可以了 用水龙头的水龙头接水的 就直接打湿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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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姜 用水沖泡沫 大概已经洗的差不多了 到时候我们用水沖一下 然后严重推荐这种小刷子 这种刷子真的挺好的 用小缝隙手撑不进去的 它一撑就进去了 还是要注意水压 我们水压还是不要太大了 我们一喷过水了 大家再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就已经很干净了 这管道上面的不够都已经没有了 好了 我们再进入下一步 把刚才打湿的机舱 我们用一个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有一个高压气枪 把里面多余的水分给吹掉 我可能没有 但是 我家里有这种 这种吹电脑机灰的那种吹灰机 我们用这种吹灰机 把机舱的多余的水分给吹掉 不过来 我们用西方大胆来的水分给吹露 它没 再用细纤维的抹布 把多余的水分全部涨干 放入鸡肉 切成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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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一步 我们把多余的水分已经全部吸干了 我们再进汽车打动发动机 让发动机运行十分钟以上 让它发动机产生的热量 把多余未长干的湿气和水分 全部给蒸发掉 好15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开车转了一圈 机舱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八九十度 多余的水分应该全部都蒸发没有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机舱里现在是什么状况 机舱很干净 然后我们把机身车身也洗得这么干净 在这么阳光明媚的周末 我们开着这样的车 从里到外都是这么干净的车 心情也会好很多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奉劝想DIY的朋友谨慎 如果您没有把握还是把你的爱车交给专业人士 交给专业的洗车店去打理您的爱车 好了 今天我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这段视频 请在这里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